这个视频距离上视频更新的还是有点慢 今天更新一个我们去长颜华联商场 去体验一下唐食 因为有一个月了没唐食了 找找感觉 带小孩出去看看能吃什么就吃什么 说唐食也恢复了 我们今天从家去朝阳 从州到朝阳 还特别想说一下 想聊聊这一个月的感受 我们上次从在外边吃饭 到现在整整一个月 11月10号的样子 我们那天是带孩子去了朝阳公园 蓝色港湾 在那吃了一个叫什么 施众那个餐厅 已经一个月了 就是从那天开始 就是北京市的那个防疫政策 就突然收紧了 因为在那时候已经20条什么的 好像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出去去转转什么的 然后突然到蓝色港湾啊 长阳公园里边都 一下就被卡的特别死啊 就24小时的那个核酸 我们那天都是 我倒是还是24小时啊 小孩什么的没有及时更新 都是两天了就那个门口就 蓝色港湾就不让进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徘徊了一下啊 就找到另外的一个口 好像它没有那么严格啊 就还是进去了啊 现在一个月了 那这一个月呢 就真的是经历了在家的那个 小区的风控啊 就是管控也好 或者什么什么静默也好啊 现在用什么词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应该好像又不用了啊 现在好像突然就有 英特纳熊奈尔就突然要实现了 就这种感觉啊 就前两天不是老放这些歌吗 突然就感觉实现了呀 说一下这感觉吧 但是这一个月之前还在感慨啊 这疫情这三年啊 今年第四年了 就一次没有被风控过啊 失去人身自由 就是有时候想想 或者跟那个同事 以前的朋友聊聊天啊 就是跟上海的朋友啊 乌鲁木齐咱没朋友啊 确实看到人家那个风控 真的是心里边 真是这感无畏达尘啊 就是这感慨颇多 就还自己还听性的 真不禁念的啊 这个真是最后的一个一个月里边 我觉得就是赶上了 轮到风流流转 轮着自己了 先是小区分控啊 但是呢很快 这个北京这边这个大环境啊 风取云涌 大家也都知道 好多小区就那什么了啊 然后呢就单元楼门开始 又开始运动了几天 几天呢很快又都 细着糊涂又都很快就结了 好 就前前后后 折腾也有十来天吧 然后中间这个生活半径呢 也很小 就是小区啊 楼前楼后附近 顶多小超市买个菜什么的 看在家呢就是康源 你看小孩都会做啊 还做的还挺熟练的 你还别说做的还挺好 是怎么回事啊 这也不知道以后要是多少钱一天 那志愿者是不是能成啊 反正我觉得吧 这个事呢就是是福不是祸 是祸都不祸啊 就顺其自然就好了 没必要太太纠结啊 就是自然点就好了 我看政府呢 现在也都是在做这种引导啊 正确的这种引导 因为跟之前确实是 方向不太一样啊 就差异挺多的 很多人都是转变过来 还是比较困难啊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三个月四个月半年 对吧 大家这个思想慢慢就都统一过来了 我觉得这样就 真正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们现在看现在这个商场啊 这是北京礼拜六的一个商场啊 这个商场不管怎么着 以前这个 习习想想的人流啊 还是挺多的啊 毕竟这边三楼啊 三楼里边都是小孩的那些 什么艺术科呀 或者卖那些玩具什么的 挺多的 但现在呢真的是 感觉好像比那些 没反开扫码之前的 人流量那要少得多啊 就是人对这个 现在这个现状呢 可能还是有一些 自己的考虑吧 嗯 这个商场里边现在开业了 也就50%的店啊 就好多都没开啊 估计可能有阳性呢 还是怎么样了 就有影响啊 没开啊 我想把这卷领了 领了一个星巴克的一个卷啊 每个月一张 咖啡你冲不冲 冲冲冲冲冲冲 没有了 还不能喝 不苦 不苦啊 嗯 往那边走 走 商场里边啊 溜达到迪卡农啊 里边给人折腾了半天 一会儿拍一会儿球 一会儿就玩点这个好板车啊 玩饿了呢 我们就到那个 这叫什么穷人的西餐厅啊 就是萨利亚 我们来吃个饭 因为确实也没得选 因为其他的好多的 包括哈基劳什么的都没开 啊 就是只能吃这个 但好在呢 孩子 我们这两个孩子也都是 喜欢吃这个 就正好我们就在这就吃下来了 你看餐厅里边 可能也就三桌四桌四桌的样子 可能 确实看着好几家人呢 是被那个核酸那个日期啊 48小时的核酸日期给挡下了 挡在门外了 其实还是这个 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啊 因为你商场能进 然后又不能吃饭的话 这个那个 你说这说什么好的 是吧 萨利亚最美丽的就是价格啊 四个人153 反正户那孩子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啊 绝对没问题 冰激凌你冲补冲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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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